原标题,美一针锋相对局势骤紧,沙特同意,美在其境内重新部署美军央视网消息,局势骤然紧张,中东国家沙特也坐不住了。 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,当地时间19号凌晨紧急召开记者会,就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和热点问题表态,证实沙特已经同意,美国重新在其境内部署美军。 在谈到近期海湾局势时,朱拜尔延续了此前沙特对伊朗的强硬表态,谴责伊朗支持也蒙古萨武装,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,并指责伊朗与沙特邮轮在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附近海域与袭事件有关。 朱拜尔强调,沙特不希望战争发生,但如果伊朗持续开展对沙特的敌对行为,沙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。 在被问及沙特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是否持同意态度时,朱拜尔表示,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,均一同意美国在各国境内,以及波斯湾海域部署军事力量,以应对可能来自伊朗的危险。 海湾战争期间,沙特曾出于自身安全考虑,允许美国在境内驻军。 伊拉克战争结束,大部分美军已处于沙特,但目前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巴林、塔塔尔和伊拉克等国,仍不属有军事基地。 其中位于塔塔尔的乌戴德军事基地,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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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